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徐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就是一期评价靴子的测评视频 总共是有三种靴子 就是有骑士靴 高筒靴 还有雪地靴 总共是有七双 这七双靴子都是大家从 就是我从大家推荐给我的靴子里面 我选出来的就是综合了他们家店铺的那些评价 以及我自己对它的一些喜好程度 自己购买回来的就是没有任何的推广 大家可以放心的看 所以说如果大家对这一视频感兴趣 就和我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双就是这一双高筒靴 这双高筒靴呢是有一个姐妹 在私信里面发给我说还是蛮好 穿的也不掉筒嘛 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 它的价格呢是90多块钱 我买的是一个35码的5厘米的根高 这双鞋子呢 就是如果你不穿光腿神器 光腿去穿的话就很容易掉筒 如果你穿了光腿神器的话 它就不怎么容易掉 然后我是穿这双鞋子走了两个多小时 就是一个有三点感受 第一点呢就是它不怎么容易掉筒 掉的话就掉这么一节 我觉得还好吧 它不会那样垮下去 就我觉得这个还好 然后呢穿在脚上的话也还是蛮显瘦 就是蛮显腿式的还蛮好看的 第二点呢就是它 因为它是一个这种5厘米的根高 而且它这个底是这种硬底嘛 所以说穿在脚上 如果你走一个小时以上的话 你就逛街就很容易脚累 所以说如果大家走很久很久的路的话 我还是不建议大家去买这种鞋子 因为这种高跟嘛 我自己以前也不怎么吸 我自己以前也不怎么喜欢穿这种高跟 第三点呢 因为这双鞋子它是这种绒面的面料吧 这种绒面的面料呢 它就是穿在我的脚上 把我的光腿神奇有点染色了 但是它染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染色 如果大家介意的话就 还是不要去买了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但是我觉得它不怎么掉筒 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穿在脚上也还蛮显腿式的 第二双高筒胸呢 就是我双11自己在淘宝上面搜了一双 我看它的评价还蛮好的 大家都说它不怎么掉筒嘛 所以我就把它买坏了 它的价格呢也是96块钱 我买的也是一个35码 但是这双呢就是一个平底 这双鞋子呢 其实我也是穿着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对它一个感受就是 它穿在脚上的话舒适度还可以 就是走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内脚嘛 因为它这双是一个平底 那双是一个高一点的底 就是有5厘米的根高 所以说上脚的舒适度没有那么的好 但是这双呢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 这双鞋子我穿在脚上10分钟 就只有10分钟它就那个这个桶啊 就一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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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垮下来 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真的特别的丑 就这是我不能忍受的一点 大家千万不要买这双鞋子 真的我要给大家拍了一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 就是几双雪地鞋 雪地鞋呢也是大家推荐 给我的里面选出来的几双 第一双呢就是七波森林家的这双 这双呢应该是大家推荐给我的 雪地鞋里面 我觉得颜值还算比较高的了 就是它这个样子的 后面是有一个兔耳朵 有一个这种紫色的色带嘛 还蛮好看的 因为我觉得 他们店铺总共是有两个颜色 一个米色 一个这种颜色嘛 我觉得那个米色要更好看一些 就是很温暖很温暖一个颜色 但是那个米色没有货了 所以我就只能买这个颜色 而这个颜色呢 它就是比较筋脏嘛 不容易搞脏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然后呢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这个毛毛也是很厚实的这种毛毛 因为我那天穿光腿神器的测评的时候 就是穿的这双鞋子 就那一天都是穿的这双鞋子嘛 然后后面我也是专门去测试一下 我觉得上脚舒适的还是蛮好的 这种毛毛的话蛮厚实的 就是冬天穿是 肯定是可以的 就不会特别的冷嘛 这双鞋子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第二双呢 就是热风家的这双雪地靴 因为这双也是大家推荐的 比较多的一个店铺嘛 就是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我买了两双 第一双就是这双靴子 这双靴子我当时买的时候 只花了91块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花了91块钱 因为我昨天去看了一下 就是我昨天做功课的时候 去看了一下这双靴子的 它现在的价格呢是 229块钱 我感觉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到时候去淘宝下问一下 它为什么会便宜那么多 还是有活动的 或者是双12的时候会更便宜一些 就是这个样子的 它后面呢是有一个 有个这种这个东西 但是我自己不是特别的喜欢这个颜色 就这个颜色的话 它这个面料我觉得不是很好 就我自己不是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比较年价的感觉吧 但是它穿在脚上还是很舒服的 就这个毛毛也很舒服 大家如果想买的话也可以看一下 第三双呢 就是这双黑色的雪地靴 也是乐风家的一双 它的价格呢是161块钱 还是169块钱 反正是价格是没有变的 我买的就是这个黑色 它们家店铺还有其他的几个颜色 就穿在脚上的话 还是蛮舒服的 因为它这个毛也是很厚的嘛 但是呢这个黑色它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就这种黑色比较粘毛 像我们家的猫啊 这些毛就粘在上面了 而且它这个面罩呢 就是它这个面的话 我觉得相比这个而言 就要更好看一些 这个面的话 我自己不是很好看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 我觉得的话 就是有一点点年价的感觉 这双靴子的话 就穿在脚上舒适的还可以 就是有点粘毛 因为我觉得买雪地靴的话 大家还是就主要是为了保暖嘛 这三双靴子的话 都还蛮厚实的帽 这些毛都是挺厚实的 穿在脚上也很舒服 所以说大家就根据自己的喜好程度 去选择种草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两双骑士靴 第一双骑士靴呢 就是这双靴子 这双靴子呢 也是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一个店铺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嘛 我买的是一个35码 还码硕还是挺正的 然后它是一个这种软皮 这个皮质还蛮舒服的 这双靴子呢 我是穿着走了一个多小时 我觉得它的上脚舒适度还可以 就是不会磨脚 也不会累脚 但是呢 它这个地方 就是你走久了以后 它这个地方就稍微有一点点这样 就这样堆起来 堆一点点 我觉得还好 然后这双鞋子呢 它就是这样穿进去 有一点点麻烦 但是它穿上去以后 是很显瘦的 就是那种很修饰腿型的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就这双靴子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第二双呢 就是Honey Girl家的这双鞋子 它是这个样子的 前面就是这种鸡带嘛 旁边呢 就是这个拉链 这个拉链的话 就是它的这个 穿上去要方便一些 不像前面那双 前面那双就稍微麻烦一些 但是这双鞋子呢 我自己不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它这个筒有点太粗了 它这个筒太粗了以后 它的服贴度就不是很好 显得我的那个腿有点太粗了 我就不是很好看 我觉得它的美观度不是很好 然后这双鞋子呢 我也是穿了一个多小时 感受了一下 它就是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 舒适度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它穿久了以后 这个地方也是会垮下来的 就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垮下来 因为它是一个这种硬皮嘛 这个硬皮的话垮下来就 有点磨脚踝 就我自己觉得舒适度不是很好 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双靴子 以上呢 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因为这些靴子呢 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上脚感受 可能因为每个人的脚不同 然后感受也不同嘛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 店铺的评论里面 多去看一下 他们的那些评价 再去排雷或者是种草 所以说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这期视频的话 就希望能够关注 并帮助点赞 投资讯号 收藏一下吧 拜拜